不用多说,今晚的双十一狂欢夜晚会 一定是大家最期待的节目了吧 从节目单来看,来的大看还真是不少 横跨影视、歌坛和现身界 对于喜欢周深的朋友来说 周深的加盟自然又是一件大喜的消息 之前节目组还搞了一个看图猜歌名的活动 不出意外的话,周深将会演唱的歌曲就是《极乐净土》 这首歌曲绝对算是一首《洗脑神》曲 歌中的舞蹈更是具有魔性,引无数人效仿 后来这首歌曲又被CK歌洗刷了一遍 再次成就了一座小高峰 本次周深演绎《极乐净土》可能期待值会更高 希望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首先从歌曲方面来看 我们都知道《极乐净土》是一首日语歌曲 以周深的语言天赋和多次演绎日语歌曲的经历 本次的《极乐净土》加入日语元素可能性还是挺高的 另外一提到《极乐净土》 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周深的另外一首歌曲 《极乐净土》因为周深在演唱《极乐净土》的时候 中间穿插了一段《极乐净土》的舞蹈片段 所以可能很多人对待《极乐净土》就像对待《极乐净土》一样 如果《极乐净土》当中还能穿插一段《极乐净土》 作为致敬自己的片段 那就更有意思了 当然这也只是小编的臆想而已 理由是最近《极乐净土》的现场都有或多或少的改编 或者歌曲整合 所以小编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发上思维了 对此大家也不用太认真 说完歌曲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来了 那就是舞蹈部分 本次的演出 周深还专门请来了舞蹈老师 相信应该会比上一次更加精彩 我们都知道周深并不是风扇长跳舞 而且每次跳舞都会引来很多的热议 在小编的记忆中 近期比较深刻的除了《达拉崩巴》中的舞蹈 那就是《青春环游记》二中的《跳舞顺拐》和《Superstar》唱跳MV了 其实说实话 周深原生态舞蹈还是很有动感和镜头感的 可塑性也很强 结合以上多个看点 今晚的《极乐净土》真的是超级值得大家守候等待了 小编也会在视频留言区发布一下直播链接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最后还要再提一下另外一位前辈歌手 他就是小编超喜爱的潇洒歌中正涛 也有很多人叫他逼歌 是前温娜五虎的主唱 温娜五虎中还有正在参加我们的歌第二集中的校长谭永林 本次潇洒歌钟正涛也会参加《酸十一狂欢夜》 并且还在提问环节中提到 未来最习惯合作的歌手就是周深 于是钟正涛想和周深合作也被热推起来 小编是听着钟正涛的歌和看着钟正涛的电影展大的 他演唱过《让一切随风》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漫漫人生路》等经典歌曲 截止到2020年钟正涛已经发行过超过40张专辑 满满的都是小编的青春 如果钟正涛真的能够和周深一起合作的话 那真的是令人期待 周百大不是虚名啊 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11月10日晚七点半 《酸十一狂欢夜》大家不见不散 你期待小傻哥和少帮主的合作吗 对于周深的极乐净土你有什么期待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彩更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